哈喽,大家好 为什么这样啊 那现在 有很多人问,哎,现在有什么新情况啊 现在又选人了吗 他 没有那么快了 7月,7月11号 他们又选了一次 仍然没有选这个亲友担保 只选留学生 只选留学生,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 其实具体的 我也不知道 因为曼省这个 移民局吧 在整个加拿大 在这个专业 在我们这个专业领域里面 大家都知道 专业人士大家都知道 曼省移民局是全加拿大 透明度最低的 一个移民局 我们在 曼省的这些 移民中间还好一点吧 还好一点 进水楼台 有的时候呢 他们会着急去开个圆桌会议 我们可以主动的约他们的领导 单独的见个面 谈一谈 但是 但是 仍然是 透明度很低 我们不知道 他们想怎么做怎么做 对吧 总之 亲友担保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的了 有些人就问我说 韩姐啊 那那个 我们的亲友要来怎么办呀 那我现在就建议大家呢 就说也不是说完全来不了 可以通过留学 因为留学这个途径 它还是 每个月吧 差不多每个月选一次 或者一个月多一点选一次 现在选的次数少了 也还是在这个留学生转移民 还是没有停止 还是在选人 今天呢 其实我就是想专门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留学生转移民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留学生转移民 跟以前其实也不一样了 加拿大整个的这个移民呢 就是越来越收紧 在曼省以外的地区 留学生转移民 真的是很难很难 很难很难 那些留学生真的是 他们生不逢时啊 不像以前了 那曼省 有很多留学生都跑到曼省 对吧 那些个已经完成学业的 有的跑到曼省来工作 有些那个到曼省来 重新再上一个学 那现在境外的呢 要来留学呢 现在基本都奔着曼省来 有些呢 就是中介没有给那个指导好 办了这个其他生的 有些也找到我 然后再转到曼省的这个学校 那有些人说 我国内的亲戚 岁数挺大的了 那还能上学吗 这边上学跟国内不一样 岁数大没关系 都可以上学 都可以的 理论上都可以 反正都可以考虑 你要是说你 不想再等那个亲友担保了 你考虑留学 然后你可以单独找我 说到这个找我呢 如果是你之前就认识我的话 当然你知道怎么联系我 对吧 你知道我的 你知道我的微信号码 你知道我QQ号码 知道我的电话号码 如果是你就是偶然看到了这个视频的话 你想联系我怎么办呢 因为我这个视频呢 会在YouTube和国内的优酷上 都这个发表 国内的优酷呢 它毛病比较多 它不让那个留联系方式 以前呢 我都在这个视频的前面后面 或者下面啊 都打下来我的联系方式 它们不让 所以呢 就那个你可以 你可以给我留言 留言 然后我就告诉你我的联系方式 你可以记一下我的微信号码 是962121445 不知道是不是 他们会不会因为我在这儿 说了这么一句话 然后他们这个视频不让发表 试试看吧 那再说回来 这个留学转移民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以前呢 这个移民中介 包括我在内 大家都比较那个 推荐这个留学一年 然后工作半年 转移民的这个途径 现在呢 我比较不推荐一年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过去的这个 有一段时间了 有一段时间了 大约反正半年多 差不多快一年了 在这段时间当中 他们这个留学转移民的分数 也有了大幅的提高 以前呢 反正就是600多一点分就可以 然后在进9个月10个月当中 都700多分 那些个什么样的人会不够呢 就是国内的 你在国内应届高中毕业 来了以后上一个一年的课程 这样的人就不够 然后其他的人 会不会被波及呢 然后我对 因为他打分有很多项了 所以你要单独找我 然后帮你评估一下 你要是找我办留学的话呢 这些我都会帮你考虑到 都会考虑到 然后给你提一个 比较那个 好的建议 我做事情呢 比较保守一些 追求把握性比较大 也不是说你现在留学移民 就肯定不行 因为虽然说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他们的分数都居高 都很高 但是呢 在最近的一次 最近7月11号 他们选了一次人 然后这一次选的人 选的这个分数 又600多分 这样呢 你就是应届高中毕业生 你就学一年的 也这次也被选上了 但是呢 我这人是追求 这个做事情 把握性大一些的 如果你想把握性大一些 你最好是学的时候 学一个两年的 学一个两年的 分数会大不同 或者三年的 甚至你要是学一个本科 就时间更长一些 时间就是长一点 两年的 两年的就比一年的要分数高很多 这个你要是决定要办留学的话呢 我再具体的帮你那个 帮你分析 再跟你讲的详细一点 总之呢 现在曼省的这个 留学转移民的情况呢 就是这样的 还有那个亲友担保呢 现在还处于停滞状态 我在上一个视频已经说了 他不能永远停止 应该他不会永远停止 因为他有那么多名额呢 留学生也不够啊 所以说呢 那个 就是这种状况 如果你只想那个 有意来申请的话呢 你可以找我 然后再根据你自己个人的情况 然后再分析的更透彻一些 跟你讲的更详细一些 欢迎你联系我 我的微信号是 962121445 我希望优酷不会因为这个 把我这个视频给删了 好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你可以给我点赞 你可以订阅我的视频 如果你订阅的话呢 然后你再下一次 你就可以看到我更多的视频 一下子就能看到我所有的视频 你要是不订阅的话 你只能偶遇了 我的视频会在YouTube 和优酷分别发表 在加拿大能看 两个都能看没问题 在国内你要想看YouTube的话 你就得翻墙 你就得翻墙 如果你不能翻墙的话呢 你就到优酷上看 优酷呢 有时候各种毛病 不知道因为什么 有时候我们也没反党 也没反国家 也没反任何人 然后呢 不知道哪个词惹了 他们就会给你删了 好 再次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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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